现在的校园题材篇,都是描述的一些校园美好呀,明星早恋之类的东西,充满着狗血与交情。 然而真正的校园并非如此,校编就记得自己的学校生涯是无比忧伤的,那时候还不像现在,孩子成熟的那么早,这里也就不多说了。 今天要说的是一部版正现实题材的校园电影,它的名字叫《非诚你流成河》,不知道是不是根据金兰林的同名歌曲改编呢? 这部电影不是讲述的孩子们的清纯有多么美好,而是反映了当下社会监管的路动,和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,校园欺凌。 说到校园欺凌这个词,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,也不算什么大事,但是在那个自己的心智还不够成熟,在被欺负了之后,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无助。 在电影中可谓是被体现得淋漓尽致,在学生的青少年时期,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青年,会毫无底线的去欺凌别人,一方面我们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,另一方面,欺凌者本身也不懂事,不懂法律,不懂道德。 这样一来,如果受到校园欺凌,在学校的日子就该比在抗战时机委军手底下做事了,在北商业流程和理,有一幕经典的镜头,可能你我都看过,那就是别人把自己吃的剩饭剩菜,倒入你的碗里,也不管你有没有吃,先饿些你再说。 这种就是赤罗罗的校园欺凌,再如,在放学的路上,被一大堆人围堵在墙角,你,只能低声细语,跪地求饶,而他们的棍子还是不断朝着你身上招呼。 这一幕,在电影中就变成了女生之间的撕尘与殴打,你永远也不知道,自己是哪里错了,就会遭到别人的恶语相向,或者一顿毒打,眼泪掉了只能咽到肚子里。 不敢告诉家长,因为那些打入者还说,我家是某某某地方的领导,敢告诉你爸妈,连他们一起打,当时就是这么被忽悠了,而回到家中。 当瘦弱的自己的书纹被同学撕烂,自己的身上被刚以化的乱七八糟,自己的身体被打得大处是伤的时候,还只能对父母说,对不起,这是我自己不小心帅的,那种无助可想而知。 在剧中,一顾还是幸运的,她的妈妈虽然最初对她十分不理解,但那得知真相之后,还是做了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事,带着孩子去讨个公道,而我们多少父母,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,当时我们受了多大的委屈,连哭都哭不出来。 这部电影拍得很好,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了,孩子在成长过程中,到底存在着哪些问题,也提醒家长们,多多关爱孩子,让孩子远离校园街灵这个魔鬼。